好,我们也跟大家来报告一下我们今天的节目啊 我们今天节目呢,在上半段呢,会跟大家来探讨一下这个孩子情绪的问题 怎么样能够接触孩子的情绪 我想这是天下父母亲非常重要的一堂课了 那今天会请到专职的亲职专家 那么跟大家来谈一谈 那么怎么样能够接触这个孩子的一个情绪 那当然之前我们有看过一个新闻引起了一些这个大家的一个讨论 就是说这个小兄妹很厉害 然后他每天只睡了这个几个小时 然后呢,他是在那个车子里面 这个吃吃吃吃吃午饭吃晚餐的 然后呢,赶着很多的才艺活动跟这个学校的一个课业了 那当然了,到底现在我们追求的是一种精英的教育 还是说你真的知道孩子是开心的吗 我记得那时候我们看到这个讯息的时候 那个母亲,我们没有这个对错是非的一个论断 因为每个家庭的这个教育方式不一样 而且你要看这个教育的方式跟孩子能不能接受这个很重要 我只是有一点迟疑 就是说母亲一直讲就是说 我觉得他是很开心的 你觉得,这就像以前我们在那个讲那个男女朋友的 你觉得的不是我觉得 对,所以其实在孩子在表达的过程当中 那真的是他们很喜欢吗 那最重要的是孩子有一些细微的情绪 你其实不太容易察觉的 你会说我生得过他,他有什么样 他皱个眉头,我都知道他在想什么 但真的是这样嘛 就是待会我们就一起来讨论一下 因为情绪说实在的,他有发展的一个阶段 所以我们当然也有应对的一个方式 还有引导的一个方式 我们到现在其实也是有情绪的 有时候像我一些朋友,我们我就跟他说,你怎么越来越冲啊 他说我老了,我不想忍耐了 也有可能啊 所以我觉得情绪在发展的一个过程当中 孩子我们是需要引导的 你当然你,你不管你年纪长了 然后你想要发现,那当然OK啊 我们大家都是好朋友,是可以包容的 可是在孩子的一个成长的过程当中 的确是需要我们去协助他们做一些调节的 我们待会就跟大家来探讨这个问题 在我们下半段的节目当中呢 我们也要跟大家来聊一聊 当然前阵子可能很多人都很 这个琢磨在很多的ETF 甚至是高股息的ETF 那对于主动型的基金 到底这个主动型的基金 为什么都没有人讨论 那主动型的到底有没有强调这个股息 有没有强调资本利得 我们待会也会跟大家来分享 这个一档主动式的基金 那我们都希望这个大家要先了解 你投资的标的 他的投资逻辑是什么 因为我们通常都会请到专业 不管是基金经理人 或者是公司的这个高阶主管 都会跟大家来聊聊 不管是一档ETF 今天讲的是主动型基金了 就是或者是主动型基金 那选股的策略是什么 跟你的一步一样 那现在当然很多人很关心一件事情 说人多的地方不要去了 那高股息的ETF已经高这么多了 那应该要怎么来看待 这些高股息的一个产品 那未来有哪一些是利多 有哪一些是风险 我们待会都会跟大家来做一个讨论 那我们今天有很重要的图表 可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所以待会大家可以听我们的广播 如果你手上刚好有手机 或者是有电脑的话 那一步一并来看一下 我们的一个直播 那么了解一下 我觉得投资的一个这个决策 特别是这个股市相对一个高点 你在投资的时候要更为谨慎小心 那了解的越多 我常讲这是一个知识经济时代 你懂得越多 你才有办法稳超胜算的 因为太多的一个这个讯息的一个影响 也会左右到我们很敏感的一个神经 所以多了解一点 对于大家来说是很重要的 好我们在大概2点20分左右的时候会有直播 所以大家可以锁定一下我们的直播 那么这个是今天帮大家安排的节目 我很期待 也请大家跟我一起期待一下下楼 好今天的本日之最呢 要跟大家做分享 我想很多人其实去过Costco好事多了 那你去买什么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这个喜爱的地方了 不然有人去买面包 或者买这种大的洗洁剂 或者是买卫生纸 很多人都很喜欢 但最近你可能不知道 就是很多人去好事多是买金条 买金条 那当然这是发生在美国的一个好事多 发现金条是一个大热门的一个商品了 而且这个复国银行 那么他们的分析师有推 推估 他说这个好事多的黄金销售 每个月可能有1亿到2亿美元 这很可怕 1亿2亿美元 这台币30几亿元 也就大概32到64亿元左右了 那这为什么这么多人去买呢 其实第一个 当然他们认为说在好事多买的金条 金条这个价格 当然会比这个现货的价格 报价高一点点了 可是如果说黄金现货 大概美英2357美元的话 在那个好事多卖2400 所以他这是很薄的一个利润 可为什么要买 其实透露一个很重要的现象 第一个 美国人认为通膨还是在的 所以你不要以为 因为通膨他只能买黄金嘛 买黄金他觉得可以抗通膨 第二个 他们认为美国的财政是糟糕的 所以我才要买一点黄金 来做一个避险的 那当然你买了这些黄金 只不过多花了钱 对于中产阶级来讲 你把钱冻在那里 可是大家买的是什么 大家买的不是黄金 买的是心安 好 欢迎回来理财 生活通跟大家分享一些 财经消费的新闻 好 刚刚有跟大家来做一个分享 就是金条真的为好事多 带来大量的一个营收 可是分析师有讲 这个获利其实是不高的 那另外看到金条的热卖 也可以看得出来 人民的一个恐慌 也就是担心这个通膨 然后也担心美国财政的一个恶化 所以大家就去好事多 本来你看在台湾 我们可能都是买一买那个卫生纸 或者是那个什么洗衣粉 这个洗洁精的 可是在美国是大量的买黄金 买金条 那的确就是有一点不寻常的一个气息 气氛存在了 好 我们天气要跟大家来做一个提醒了 今天还是这个下雨微凉的天气了 但即将要转好转热了 因为从今天开始 封面就要远离 天气慢慢的好转 温度也会上升了 那从明天到礼拜六 各个地方都是多云道晴 而且气温是逐日上升的 白天呢 会渐渐的像夏天一样的热 那有些山区午后啊 东半部当然会有一些零星降雨的机会 可是呢 这个几率并不太高 不太高 这也是天气先跟大家来做一个提醒 好 另外呢 就是最近几个新闻 真是让我觉得很惊吓 所以还好我没有主持政论性节目 不然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样评论了 就是你会看到那个行政院 这个新的阁员的一个名单 我看了这种感觉 我真不知道 就是无法评论了 这很像我们在投资的时候 你总要看看老板是谁 对不对 然后公司的这些铁三角 不管是他的这个总经理是谁 CEO或者是执行长 或者财务长 或者是他的业务 是谁 这种铁三角你要看得出来 可是那个新的那个 我真的看不出来 好 这个我就不评论 不过说实在 每次看到有那个新的人士命令公布 我就惊吓 惊吓跟惊吓了 好 但是呢 除了这个新闻之外 我其实也看到一个新闻 这两天我就跟费荣在讨论了 也就是说当然现在隔魁隔园的一个就定位 520了嘛 就定位 那新的是不是赶快找工作了呢 有哦 努力找工作啊 我们最近就看到那个东元 那东元他们现在就已经说有提名 台湾金控的董事长沈荣金 那大家也知道嘛 官位退下来之后在台湾金控 大家抢着要啊 所以你为什么一定要当官 你当官有很多人都会觉得你赚不了钱啊 而且还可能铁打的衙门啊 流水的官啊 坐不了多久 但没关系啊 这个民间单位都会补你的 因为都会请你来当门神的 当顾问啊 我讲门神可能太直接了 不过大家都心知肚明了 那另外就是也有人讲说 要请这个这个 中卫信多的那个董事长 就是利明县来担任这个东元的一个董事 那当然了 呃现在呃大家都说 哦这个是借降而已了 借降而已了 但呃只是这样说 那到底有没有一些呃 其他确定的事情 嗯没有 但说实在的啦 好说实在的 也不是只有呃 呃那个现在 大家看到的哈 之前也有某大集团 也聘请了非常多的我们的政府阁员 好那第一波当然是阁员 第二波当然就是一些公股行库的人士布局了 你老板换了你换不换 当然得换掉了 所以为什么之前有很多请托的 或者是有很多想要表现的 我们不看这个新闻好了 我们看别的新闻好了 对我对于这个实在是有一点点不屑 好另外我们来看看台积电吧 哇台积电真的是超猛的 那当然现在有很多人会很关心 就是台积电会不会有进入一种 像这个大小台只陷入一个窄基的指数 我们待会跟大家来分析一下 这个台股的一个状况了 因为长成这样子 对于大盘的一个涨跌幅的比重 那对于指数的影响会越来越大 那待会分析完台股 分析台股的时候 一并跟大家来讨论一下这个议题 好另外就是台积电的 一旦股价上涨 好消息就是一堆了 那当然有很多人很关心 就是台积电要加码 美国第三场的一个盘算 虽然钱是下来了 可是为什么呢 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美国本来就不是一个很好惹的 那当然包括了他们的一个人事 这个文化的问题 工会的问题 还有最重要就是台积电能不能赚钱 因为你在美国设厂成本 这么高的一个情况之下 很多人都很担心你这个去设厂 不一定赚钱 那你还要设第三个厂 那到底是是什么样的一个因素呢 那从美国开始要邀请台积电 去美国设厂的协议 刚开始的时候 我想其实包括张总谋先生 都不是很乐意见到的 那后来不是刘德英 董事长答应之后 那听说他的这个退休 跟这件事情 也有一点点的一个关联性 那现在看到 当然有一些补助金进来 也有一些投资税收抵减进来了 不过问题来了 这个工会的问题很强硬 对不对 第二个文化的不同 第三个他们现在讲了 他说亚利桑那州 是美国最干旱的城市之一 未来水要从哪里来 因为半导体呢 其实需要大量的水 可这十年呢 凤凰城都是一个干旱的状况 亚利桑那州也没有足够的地下水 所以他们会认为 水就会是台积电 一个很大的灶门了 所以现在看到的一个问题 的确是让有一些分析师 是非常的忧心的 好一点半了 看看台股的表现 目前只有小涨一点五一点了 还蛮纠结的 不晓得尾盘会怎么样了 好 那么我们都很观察一下 这个台股今天的一个走势了 那么台股应该要做怎么样的观察呢 我们今天要连线的是我们运达投顾的副总高 县荣高副总 副总好 云芬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好 其实我们今天先跟大家来聊一聊 就是台肌电了 它的股价破了800之后 有人讲说那个 那个大台小指啊 会有一个那个载机的指数 对对 这是不是先跟大家来聊一聊 就是它好像连续几天 它的交易日超过了一个比重之后 就会有这种现象 对不对 好的 那最主要是这地方 美国的一个这个证交所 这个这个政机会的一个规定 就是说 这个例如说台股 这个加权指数里面 现在以台积电来讲 它的全值比重已经超过了30% 那如果有单一个股 占这个指数的一个 这个全值比重超过30% 而且维持45天以上的话 45天 45天的话 那美国就会把它列为 所谓的这个载机指数 那列为载机指数之后呢 就有一个规定说 那你美国的投资人 你要投资这个期货 就不可以投资这个 这个像台股的加权指数 就是我们讲的台子期 或者是小台子的一个期货了 那不过这个部分来看的话 根据我们的一个法人的表示 影响是不至于太大了 一方面我们不是说 故意编列了一个指数说 这地方把台积电的全值 放的那么大 我们是它去加权平均 所有上市亏公司 都已经纳进来了 偏偏台积电就一直涨一直涨 又不是我们故意要让它涨 也不可能说 故意把台积电的这个 全值给股价给打下来 所以这是所谓 股价上涨的一个结果 不是人工刻意操作的一个结果 那第二个 就算这地方列入到载机指数 你说美国投资人 以法人为主啦 要来投资台子期的话 其实那简单嘛 你不要在美国这个交易 你挂的跑道 比如说新加坡啦 这个香港啦 绕个道这地方 到其他地方来开户 一样还是能够操作 你不要说傻傻的在美国 美国开户就好了 所以这个部分呢 以前也是有发生过 不是第一次 那其实这个最后来讲的话 对台股的影响 我认为是这个地方 以这个时间来讲 应该是不至于太大的 那怎么看 现在在这么高档下的 一个行情跟选股啊 好的 那的确这里的操作难度 越来越高了 其实今年初的时候 那时候台积电宣布说 今年这个地方 营收价成长两层的目标 股价占上了这个 六次头价位之后 我们就提到过 接下来你会看到 台积电都已经跟大家讲 我今年业绩要大幅度成长两层 外资就会强势来做回补 那台积电跟这个地方 指数的部分 就有机会恢复多头格局 而且高点会到哪里去 暂时都不用去预设立场 那时候指数的部分 才在这个一万七千多 还没过一万八 现在一万八 一八六一九 一万九 两万点都已经突破 甚至这个我们讲 两万一千点 好像这地方 对啊 没有很远 很近耶 问题也出在 这个这波 就像我们当时提醒的 你要小心哦 台股每次如果靠 台积电在拉升指数的时候 会变成我们讲的垃圾盘 台积电把指数拉得很漂亮 可是个股这地方 你会看到 很多个股的大户 一来可能越做越短 第二个 甚至涨多的股票 会趁机来做出货 那例如说 开红盘以来 指数从一万七 现在又涨到两万七 两万零七百点了 好像又涨了两千点 这个三千点的幅度 可是我们会看到 例如最明显的就 大概高价的 IP智慧财族群的部分 像这个世新 这个开红盘的时候 那时候股价 这个还涨到多少 涨到四千多块的一个价位 最高的四五六五 那最近呢 反而跌到多少 跌到在昨天最低 二九九零 今天呢 也还是这地方 在这个三千块附近 从高档四千五 掉到现在三千块 跌了一千五百块不见 那包括创意的部分 也是开红盘的时候 那时候股价最高 重到一八八零的价位 结果呢 这一波最低杀到一千二 今天收盘一三二零 也是跌了多少 跌了五百多块不见 那甚至像智源 也是一样 开红盘股价这地方 最高来到四五九点五 今天还有更低点 今天还是破了 刮盘来的行地三二七点五 最终 投资人赚指数 赔价差的状况 其实这一波很容易发生 那甚至在类股轮动 速度也越来越快 常常看到 昨天拉涨停盘的股票 隔天可能开个高 马上翻手下沙 那今天又看到资金 转进到另外一个族群去 例如说这个 看到亚航台股的部分 今天长龙航 长龙航台 以及包括亚航 都拉上涨停 那小心 会不会过两天 赏户又抢劲 大户又要出货 割酒餐 总运动速度 越来越快的情况之下 操作我还是提醒大家 可能尽量是短进短出 除了台积电之外 这部分这个操作 什么也还是要 以短线为主 那副总 很多人很关心的一件事情 就是说 不是有一堆ETF要募集了吗 这些钱不是会 如滔滔之江水 不断的涌来吗 那需要担心吗 的确 这个月应该讲 上个月这地方 00939跟00940 这地方 两家两档ETF 就募了2000多亿的资金 投入上来 但是你也发现到 这地方 这个三月份的时候 募集之前 应该讲二月份 二月下旬开始 相关成分股一公布 很多这地方 这个市场的资金 就已经提前卡 好未拉高上去了 所以这地方 在这个募集前 你看到 相关的这个成分股 中美金 神级 汉唐 群光 瑞宜 都是在募集之前 股价就已经大涨一波上去 这些募集完的资金 开始进场 反而变成一个什么 大型的韭菜 被收割了 那接下来 当然又有三档 这个四月份 四月下旬 又有三档ETF 包括这个赵峰发的00943 还有野村发的00944 还有这个群力发的00946 通通都是属于这个 高配息的ETF 而且是月月配息要给大家 当然这个部分来看的话 一方面 至今已经被全面的00940 元大台湾价值 这个高时ETF 给吸走了1700多亿 后面再来这个募集的话 恐怕效率没那么强 那第二个 更大的问题是 前面那个两档 水涨 这个00939跟00940 你会发现募集的时候 那时候一个股价在15块 一个在10块钱的价位 结果00939 到目前为止 股价这地方还在14块7多 还没有占回到15块的发行价 00940这地方 今天手盘是9.85 当时这个10块钱去募集 还是这个地方套牢之中 那换句话说 大家会发现 原来这个ETF 不是大家想象的挂牌 或者什么蜜月行情 那种状况 当然大家会比较冷静一点 所以资金的部分来看的话 我觉得这地方 到这个不会有 那么大的一个狂潮出现 但是比较要去注意 里面如果说 有一些新增的一个 这个高企高配股的ETF 这个地方 会不会又有买盘提前来做卡位呢 那么也发现到 这次这个 这几张高企ETF 有一些新的个股 例如说这个达新材 这桌面板材料的 IC设计的 瑞鼎设备股的这个杨博 行员间的经济 IC这个 这个记忆体的雨沾 这个部分来看 倒是如果说 新的成分股 发出来 会不会又提前卡位 倒是可以多留意的 好 欢迎欢迎理财 生活通在我们今天这个单元当中 很开心 今天请到老朋友 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跟大家来聊聊 我觉得目前 我们对于这个孩子教育当中 我们最无法掌握的一块 就是他的情绪 也许有很多他的功课 他的才艺 你都可以做很多的一个协助 可是孩子的情绪 你真的理解吗 你能够承接住他的情绪吗 你能够理解 你能够接受 你能够包容吗 我们今天好好跟大家来聊聊 好 我们先换一下我们的 亲职教育专家 他是心理系 然后也做了很多亲职的教育 待会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他又有新的一个作品了 我们先换一下 我们台湾 心福里情绪教育 推广协会的 创会理事长 官好大 杨丽荣 杨老师好 嗨 玉芬 各位亲爱的朋友 大家好 好久好久不见了 对 其实以前我们常请杨老师 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跟大家来谈谈 孩子的职业发展 兴趣怎么样的一个探索 那当然也包括 你如何去理解孩子 那老师 你现在在做什么事情 幸福里 其实运芬你认识的我 还有朋友认识的我 应该都没变 我一生只做一件事情 就是其实我真的在为 华人世界的小朋友 他们情绪跟这个人际关系 怎么样能够长得健康 长得好 然后成为他最重要的软实力 让他一辈子真的可以幸福快乐 我大概一辈子就做这件事 那运芬也说 哇好久没有联络 因为说真的 过去这么多年 我是埋手在做 三到十二岁的孩子 他的课程的发展 因为以前跟运芬比较早期认识 都在做国小 对对 而且做直牙的探索 我觉得很重要 是你启发了我说 从国小就要知道 孩子的兴趣跟这个直牙 慢慢开始探索了 对对对 但是呢 我们就普遍都感觉到 尤其是疫情 哇 那个疫情一来 就人的这种情绪的问题 就全部通通冒出头了 你知道情绪之后呢 孩子最大了 最大的课题 就是真的不会看脸色呢 因为都看口罩 口罩拔下来之后 突然就看不懂 认不出别人的情绪 那还有 疫情带来的很多的焦虑跟压力嘛 所以我这一辈子就只做这件事 然后非常开心 今天呢 能够有机会再来上节目 就是刚好去年 去年10月呢 我已经把这18年 我发展了 从3岁一直到12岁 每一个学期配合学校 我都有一套课程 可以让有心的志工爸爸妈妈啦 或者学校老师啦 甚至特教老师辅导老师 他们都可以用这个教材 老师你为什么觉得情绪很重要 其实很多家长会认为 课业很重要 才艺很重要 但另外一方面 其实我们身为父母 我们只希望孩子健康快乐 对 可是健康 除了身体健康 还有心理的健康 对 没有错 他才会真正的快乐啊 对 因为完全讲到点了 你知道联合国那个 世卫组织有一句 非常重要的名言 他就讲说 离开了心理健康 没有心理健康的健康 通通不叫做健康 对吧 对 对 那我自己真的 早年 当然因为我做儿童 青少年的心理智商嘛 然后后来呢 就发现说 哦 好多小朋友 他来到治疗室 其实说老实话 他本身问题 真的没有那么严重 就是大人没有那么懂他 爱他 但是不见得了解 接不住他的情绪嘛 啊 那怎么接 因为有时候 我问他也嫌小朋友 你知道吗 因为像我去 剪头发 我有一个小朋友 从小就看他长大 然后现在已经 我忘了 小二小三了吧 我问他说 你今天好吗 他就说 不好 我问你怎么了 我心情不好 他妈就说 你哪里心情不好 你每天吃香的喝辣的 哪里心情不好 你看就讲到点 就是说 他明明就是觉得不舒服 但是我们大人 从会从那种客观觉得说 你已经有够好命了 对吗 对啊 所以他就心疏没人说 你知道吗 他大概就认为 小三小四 你有什么心情啊 所以我们才说 小三小四会不会嫉妒 会 会 然后会不会觉得 嗯 为什么大家不跟我玩 为什么只跟他们玩 嗯 或者我想跟他好 为什么他叫我不能跟谁好 你知道其实好多好多的 小人的世界也挺复杂的 对 只是我们身经百战的 我们看起来觉得是小事 可是对孩子来说 其实每一个情绪的点 都是大事 哦 可是老师 这个我们就难了 对 我们不是学 这个很多人会说 不是学心理的 那也不是学这种亲直的 我们也都是第一次来学 当父母的 所以你知道 我为什么会投入这里 我当然是学这个 所以我就觉得 这个对于我自己当妈妈 甚至我现在当阿嬷 我当了两个外国人的阿嬷 啊 真的假的 还有两个意大利孙 那你看即使我们语言不是很通 他们还在学听前的阶段 我都觉得你只要能够 真的读懂他的心里面 那个感受 你知道吗 就会通 那我为什么要做 阿嬷 你的小孩有 小孙子有多大 小孙女吗 小孙子 两个都是男生 哦 男生不是更难理解吗 非常有趣 非常有趣 让我更觉得情绪教育 真的很有用 你知道我那孙子回来的时候 每天晚上要睡觉之前 我们不是通常就会床边故事吗 对对对 我还会给他看课程 就是你知道我教我的孩子呢 你会生气有时候 是因为后面有四只怪兽 譬如你累的时候就叫做累累瘦 你累的时候就容易发脾气 对对对 大人累也会发脾气啊 对了对了对了 所以我觉得孩子如果从小学 像他慢慢的就学会哦 他不会直接生气了 会有累累瘦 他就会跟你说 阿嬷我累累瘦了 哦 我就会跟他说 哦原来你累了 可是你还不太想睡 对不对 那我们可以怎么样让你觉得比较舒服 他有时候真的很不想睡 他就跟我说 我没有累累瘦 我只有眼睛有一点 所以你看他已经可以开始 对自己有觉察会描述 那我们就容易懂了 不然一天到晚猜人家的心很难呢 对不对 对对 所以其实是帮助孩子 有一些方法 因为孩子都会表达 对所以有一些很棒的 不管绘本啊 或者是玩具啊 或者甚至我们就说 你懂一点点 其实你就可以帮助孩子 让他说出来 他一说出来 很有趣哦 大脑里面 他就不那么生气了 他也不那么难过了 对啊 有时候女人也很喜欢 把话讲出来啊 讲出来其实事情没有解决 但心理舒坦多了 没错 但是男生每次总是说 这问题没办法解决 那就算了 不用讲了 他不知道其实被懂 比你帮他解决问题更重要 哎呀 我跟你讲 杨老师啊 那个小孩还可以教啊 男生就放弃吧 没有我跟你讲 我也曾经被我婆婆 你知道叫上楼去 然后就问我说 哎 你不是在教EQ吗 你老公的EQ 为什么这么不好 我都私底下说 这不是我教的 你说他不知道 他谁的 谁的 这就是 其实还是父母影响最大 我们待会儿跟杨老师来聊聊 因为其实我们是看过一个 大概有个教育的新闻 就是一对兄妹 当然父母亲 大概就是一个精英教育 对 我们先不说好跟坏 因为我觉得每一个家庭教育都不一样 对 我们不评论好坏是非 但小孩每天都吃饭睡觉都很累了 对 他说我相信他是快乐的 但他真的快乐吗 我们待会儿来讨论一下 我们先休息一下 好 我们现场的就是我们亲职教育专家 我们的杨丽荣 杨老师 刚也跟大家来分享这个案例了 就是说我们都会走一个 希望走一个精英的一个教育 希望孩子能够面对竞争的未来 有更好的一个竞争力 有更好的一个职业的发展 没错 可是说实在的 那个情绪这件事情 你怎么知道孩子开不开心呢 当父母亲会认为说 我觉得他是开心的 可是我们男女对话的时候都会讲 你的开心不是我的开心 对不对 你认为的不是我认为的 是的 所以你会看到 当然我觉得我相信 这对父母带的那个期望值 真的非常的高 而且非常强 那知道是过度强烈的时候 自己就会自动把眼睛蒙起来 过滤 只看自己要看的 那怎么样能够觉察 比如我就看孩子很开心 我甚至碰过有一个孩子 他妈妈也是这样 你知道一到五六日 全部排满满 我跟那个孩子误谈过 你知道那孩子到了国小 已经五六年级 他就压力大到快要崩溃 可是你知道吗 他还是跟我说 妈妈问他要不要学 他每一样都要 为什么 他就说因为他在那个年龄 他还是相信妈妈一切 一定都是为我好 他就 符合妈妈的期待 对 他就说我妈给我的 好像都是珍珠 虽然我实在是珠宝 我实在是吞不下去 但是我就觉得 好像我不可以轻易把它丢掉 所以我觉得会建议 比如这位妈妈 当然我觉得她对自己的自信 她对孩子的期待 都没有不好 但是如果你愿意真正听旁边多一点人讲 我常常讲十个人里面就要七个 说你太严格了 也不一定 每个人理念不同 可是如果七个人说你太严格 你是就要回头真的去理解 真的去理解你到底有没有太严格 所以其实这一个妈妈 我真的觉得她是很用心 但是你想想看 这个年龄的孩子 每一餐都在车上花十分钟吃饭 他的心怎么样能够安定下来 然后精英教育是没有错 可是我们现在对精英的界定 跟精英需要的那个条件 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对吧 很多元化了 对而且不管孩子将来要做什么 他其实都需要什么 能够安定自己的情绪 现在AI时代 你有办法勤拉到像AI拉的那么好吗 很多人马上都没有办法了 对不对 创作会话 对啊对啊 甚至写论文啊 那比较重要反倒 我们就发现说AI时代 那全球都在研究 所以你看啊 包括那个什么OECD啊 那包括世界经济论坛 他们都做了研究就发现说 我们培养孩子 未来这个时代 他情绪越稳定 他越有能力 跟别人建立好的关系 还有能够跟别人组团队 对不对 现在智慧 合作关系 对啊能够合作能够沟通 这样的孩子 将来就可以充分发挥他的财力 但是杨老师 我发现很多 就是我身边的一些 我发现到说 他们也都顺着小孩的毛毛 极力的讨好小孩 不让他们情绪有大幅的波动 你肚子饿了 我就给你吃了 对不对 然后你累了 我就帮你背书包了 请问一下 这是安抚情绪的方式吗 这完全就是错误了 哈哈哈哈 我们就在说 其实爱 爱里面就是我懂你 但是你知道 爱里面还有第二环很重要 就是管教 我会帮你立界线 立界线 所以为什么 一个孩子最后他能够自律 你想想看 你现在顺着所谓的顺着毛书 连一根毛都不能长 都不能翘起来 他将来到宵 有可能这样吗 不可能啊 世界全部都要配合他吗 他的老板都会这样答应他吗 不可能 那是你知道 其实每个孩子 心里都有这种潜能 他可以发展这种韧性 小孩没有那么脆弱到 每一个伤痛都不能忍受 所以你要判断 大伤不能 真的大伤 你就需要帮助他 陪伴他疗伤 小伤就是要让他治愈 或者他自己学会拿ok棒贴一贴就好了 不是吗 那就是人生很自然的 那他的玩具 人家不借他呢 他不跟人家不跟他玩呢 非常好 你知道你看 这个就是嘛 如果人家不借你 那是别人的东西 那是他的权利 所以我们常讲 你也不会有 很多妈妈就 没关系 他不借你 我买一个给你 哎 哎 我感觉这很大大的错误 大大的错误 对啊 那以后呢 女朋友 人家不跟他交往 你找到 找得到一个替代品吗 不可能 但是你如果能够回应他的情绪 非常有趣 你光是说 啊 你真的好想跟他玩 可是他现在就不想跟别人玩 嗯 你光是这样讲 所以你一定很难过 来 妈妈抱抱秀秀 这个叫顺着毛疏 是身体的毛疏 你知道一个孩子 他还是失落 失落感 难过悲伤 这个都是很自然 人生的养分 但是哦 很有趣哦 只要被说出来 甚至以后他慢慢学会自己说 我们就发现很好玩 大脑有个地方是 当你悲伤 当你生气的时候 他会亮起来嘛 就那个脑噪音 可是你说对了 或他自己说出来 哎 那会就会发现呢 哦 所以为什么情绪的觉察 然后帮助他去认识 甚至帮助他表达 就是很有用 嗯 他有两个小孩 他过去也讲了一句话 他就说 麻烦你们要送礼物 因为我们有时候会送礼物 就会想说 姐姐开学了嘛 我们就送给姐姐一个铅笔盒 像小背包 可是妹妹还小 因为妹妹差 她差了四五岁嘛 用不到 当然用不到啦 他就说 拜托以后你们不要这样好吧 你们可不可以要送 就要送两个 对 他说你这样会制造我的困扰 要不然就不要送 要不然就是你一定要送一样的 哇 这个我碰到很多 所以为什么常常 其实孩子真的没有那么脆弱 不然我们就用这个做例子 当然基本上 我反而都会反过来说 当你要去探望新宝宝的时候 一定要给那个原来的大宝宝 准备一点礼物 因为对他来说 人生是很大的失落 对 对不对 你们关注都在那个小宝宝 我们不是都要满足他的欲望需求 但是你要知道 那个心理冲击对他是很大的 他就很容易嫉妒哦 他就很容易不合 所以我们反倒会认为 跟他新生宝宝 本来他就应该有比较好的礼物 但是你帮那个大的准备一点意思 适合他的年龄的 这是很好的做法 对对对 但是呢 你看未来 当然我也还是很鼓励的 如果你要去人家家里 他有两个小孩 你出来就准备吃了 他们一起吃 否则礼物 我还是会建议准备两个 但可以不要一样 这个是最好的训练 对 我觉得不用一样吧 对 不要一样 你知道我们家两个小孩吗 现在我两个孙子也是 我女儿应该有学到 我的这个很可怕的地方 就是我通常人家 如果拿来两个 那你知道有时候 他们两个就会都喜欢其中的A 对那怎么办 那这个 我很简单 我就说 啊我知道 那个阿姨其实非常好意 而且买不一样 让你们可以分嘛 谁是哪个是谁的嘛 但是呢 你们两个都刚好要这个 那这样子的话 阿姨也很为难 妈妈也很为难 那很简单 你们两个去谈判 谈得通就OK 对不对 就看谁要哪一个 他们多大能谈判吗 学丁潜就可以谈哦 那你知道比较小的 在很小的时候 大的一定会骗一下小的 对会骗他 啊这合乎人性啊 只要两个都高兴就好了 不是吗 那但是呢 我就会有一个原则 就如果你们怎么样都讲不通 很简单 两个都归妈妈 他们两个就会变成命运共同体 然后他们会想办法 你知道很自然哦 还是如果年龄差的不是太遥远 我都已经比较能够稍微讲 讲得通了 他们两个自己会讲说 嗯好吧 这一次让你 千万不要妈妈来做 决定猜拳 猜输的就怪你 抽签 没抽到的就怪你 他们自己去讲 他们自己会去退让 哦 会找到最适合他们的解方 嗯 嗯 所以这个就是 这也是 从妈妈厉害到阿嬷 这太厉害了 我跟他 当阿嬷 我就觉得到现在还是很受用 虽然时代变化那么大嘛 可是我现在在跟我孙子相处 我就觉得说 哎这真的把它搞定情绪 好像所有事情都都很好 就是很好搞定了 对 真的 而且杨老师 我真的发现到情绪 它其实有发展阶段的 对 对 刚开始可能会嫉妒啦 或者是啊 可是慢慢他就不会了 他会变成 把这种嫉妒变成一种爱护了 如果有手足 大概会有这种感觉 没错 然后呢 其实我们的情绪 也会有调节啦 就像我们 我都觉得我人老以后心慈了 就会变得比较慈悲一点 越来越厉害调整 这样我也有进步 我也有进步啦 对 我都觉得人会调整的 那小孩是不是也会调节 那怎么协助他调节 我们待会讨论好不好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好 老师的作品 我们有贴在粉丝团当中 让他同步看到 我们先休息一下 好 这里上来Radio 重要流行网 欢迎再回到 李财生活通 第二个小时的节目现场 我们现场的特别来宾呢 就是我们可爱的 亲职教育专家 杨丽荣 杨老师 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情绪的一个重要性 我真的觉得身为父母 也就是说 你很多的才艺 或学校的教育 你可能会拖给学校 才艺班什么的 可是情绪是我们跟孩子 长期的一个相处 我觉得父母亲 要尽比较多的一个心力 去做一个协助 没错 那刚才也讲过 就是说情绪 像我们刚才讲 大人也会精进 也会进化 像我老了以后 我现在脾气好多了 费用就很怕 我提到政治 叫我去吃血压药 我就觉得我现在有改一点 那我们情绪 其实有发展的阶段 所以孩子在小的时候 是不是需要一点理解 疏通还是引导呢 没错 其实幼儿 他不太会隐藏他的情绪 所以你要去看到 他情绪的起伏 其实真的不难 那难的是什么 他会溺在那里 尤其是那个两岁多的 猫狗都闲的时候 就算你很会沟通 你很能够理解 你很会安抚 他还是很容易 泡在里面出不来 所以这时候 你的理解很重要 我常常 因为年轻的爸妈妈 其实压力很大 就觉得好像 孩子如果哭得很严重 一定是我没做好 我到底该怎么办 那我说 你只要都做对了 譬如说就像我们说 你能够帮助他说出来 然后你能够让他知道 说我懂你 而且最好 如果你能够身体上帮他 还是要顺着 真的顺着毛疏 因为一个人 有情绪上来的时候 身体光是比较松 他的情绪就不会那么强烈 所以抱抱孩子 摸摸他 甚至比较小孩 顺着他后面 那个脊椎骨两侧 帮他这样子顺一顺 真的很有帮助 然后你能够了解 跟接受 你还是要有一段时间 让他去消化他的情绪 然后等到那一段 最震荡期 最妞的阶段过了 你前面所有做的 都会开始开花结果 他会开始 能够讲自己的情绪 因为你有帮他说出来 所以你不要他拗的时候 你也跟着拗啦 对啦 最怕的就是互相加成 最后就收拾掉 你这么坏 你每次都这样子 你都讲不听 你都几岁了 对 所以我觉得 爸爸妈妈也不要太大压力 就像刚刚韵芬讲的 我们已经知道 从情绪教养 你要让孩子将来 整个心理很健康 充分化为他菜化 你只要几个地雷 不要踩就好 就像刚刚韵芬讲的 不要跟孩子讲说 你怎么这么不懂事 跟你讲多少次了 不准你怎么样 你给我怎样 其实这种的 只会加强他的什么 他的情绪反应 要不然他硬压下来 最后其实是内伤 那只要你做到这些 然后你尽可能的去回应他 试着说出来 因为孩子很单纯 其实他为什么生气 你多半都知道 青春起才会变得比较 对对 难懂 所以这个时候 其实你只要帮助他说出来 然后问他说 你要不要我抱抱你 如果他还在拗你 跟他说OK 你什么时候觉得比较好了 你来找我 我还是会抱抱你 所以还是要 我们可以协助 但还是有些 让孩子自我去调节一下 比方说以后 我真的不在他身边了 他自己要能够去调节 没错 因为讲到重点 所以我自己都很深的感触 孩子在 他在小的时候 你所投资的 这个情绪的投资 他将来自己会连本带利 他会升的 你知道他会升利息的 他又长大就自己会了 老师说你期待 他有情绪的能力 他还有人际的能力 因为他情绪控制得很好的时候 他就人际能力 人际自然好 那但是很有趣 这个就是全球现在最夯的 叫做SE Social and Emotional Learning 这个是联合国在倡导 全球都在推动 也就发现 未来我们的孩子最需要的 就是社会能力 社会能力就是人际 然后还有就是情绪 还有做明智的抉择 包括理财也是 这些能力气势 这些能力气势 我们已经看到 对 不要被骗了 去骗去当车手了 被爱情诈骗了 一队 没错 没错 所以这个我们看到 就是说 那当然是非常重要 叫社会情绪的能力的培养 那但是呢 我自己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 我们真的很充分感受到 因为国际有很多研究 你知道吗 他有散过情绪课 跟人际课的孩子 他的在美国做的 他的学业成绩比 没有上得多出11% SAT的考试的分数 很不得了吧 不得了 对 然后那个 那个世界经济论坛 做的研究 就是你等到他们成年之后 你就发现 小时候情绪能力 有培养起来 能力培养起来的 未来的效益 小时候投资1美元 长大以后 11到22美元的回报 我觉得性情稳定了 说实在 他的职场关系好 他的家庭关系好 他自己组的家庭更好 对 然后收入也会比较好 这就是我们对孩子的期待 可是老师 我看你带来你的 这个作品当中 有一个 储蓄好心情 我们当然都希望 大家储蓄嘛 金钱嘛 心情可以储蓄吗 可以的 我说这个 特别是这部分 一定要为孩子 存第一桶金 这个也就是因为 我自己在推展情绪教育 我们就会发现 就是说 当然从智商 治疗的角度 一定是处理问题 而且通常都已经 到后端的问题 可是我们从大脑的发展 全脑的发展 你就会发现说 其实我们的大脑 天生就会记住 不好的事情 所以我常问 人生到底苦多于乐 还是乐多于苦 苦啊 对 但是呢 那个刚过世 那个诺贝尔讲 那个得主 康纳曼经济学的研究的 那个大咖 你知道 他的研究就发现 大部分都是快乐的时候多 但是我们大脑很好玩 就会记住不开心的事情 所以你知道 我会反其道而行 就是说 我们都会记得悲伤的事情 真的快乐的事情 没记得几件 亲子之间也是一样嘛 对不对 小孩子不记得 你对他的好 理所当然 然后你只要骂过他一次 他一辈子都记得 你当年这样骂我 或者是你甩过他耳朵 所以其实我觉得 我对父母是 我真的会很建议 就是说 因为我就做了一个纯钱筒 然后让孩子每天睡前 我们就鼓励你 睡前故事时间之后呢 你让他讲一个 今天有哪件事情 是你特别开心 或我还叫惊喜啊 得意啊 这都是很重要的 正向情绪呢 那请他讲 什么事情 让你觉得很惊喜吗 今天有没有这样的事情 你知道如果他有讲 你就给他一个金币 哎呀 你怎么不早点做 其实坦白讲 我孩子小的时候 我们每天晚上睡觉 之前会做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今天 每个人都会讲 自己开心的三件事 跟伤心的三件事 或生气的三件事 是是是 然后我没有存钱 没有啦 他都存在心里了 存在心里了 所以你看到的就是 我们还会让孩子 实际去丢嘛 丢那个金币 就有一个铺满 他自己做的 会响响响响响 对而且很有趣 就是有一些 比较重要的情绪 我们给他比较大的金币 然后他有分隔的哦 他会把到比较大的洞 他是分三格的 就有点像十块五块 跟那个一块钱的大小 然后呢 副相的 我们也让他鼓励 他也是可以讲 但是副相的金币就很小 然后呢 我们每周请爸爸妈妈 来帮他结算 我们还有存折 他去记他这个礼拜里面 讲了多少开心的事情 正向的 然后多少副相的 然后你坐下来 12个月这样下来之后 你会看到你的孩子 更大的那个起伏变化 如果你发现 他每年9月就不开心多 你就知道他上学 适应比较困难 对吧 所以里面很有趣 这从记录当中 找到大数据的读证 没错 没错 然后帮助孩子 他就会自我觉察 然后爸爸妈妈 也比较可以了解嘛 对不对 有啊 有的孩子 其实会有开学焦虑症 对 没错 没错 所以我们就是 透过这一个 所谓铺满 那铺满真的很有趣 然后又是自己 可以跟爸爸妈妈 一起亲手组装 很简单 但是很好玩 那透过这个 我们希望孩子就是 他因为你知道 他今天开心了 然后他又跟你讲一次 他开心你知道 他大脑走两次 然后他又把他丢进去 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 又走了一次 然后如果你又回应他说 哦哇 原来你怎样怎样 所以难怪你这么惊奇 你知道大脑他走四次啊 哇更好 所以他会比较强烈的 去记住啊 所以这个就是 我们大脑科学告诉我们的 我说雨琪 一直不断要研究 怎么样让他不要不开心 不如多放一点 让他开心的 所以杨老师 就是说也许我们父母亲不懂嘛 你就跟着玩就好了 跟着陪伴 没错 没错 所以我一直觉得 我不觉得父母一定要 每一句话都能够讲到点 都能够完全理解孩子 其实那对很多父母来说 真的很大的压力 有啊 有很多的父母亲都跟我说 难道我要学 我又不是专家 对 那个要学心理学 要学经济学 要学什么 没错 没错 所以其实我想 韵芬在做的事也是 我们有很简单的方式 让大家都能够理解 对吧 然后也很容易在生活里面去操作 这样就好了 对 而且我觉得 其实我蛮开心 老师的新作品 因为我觉得以前 我们大概只会玩大富翁 是 就是玩了二三十年了 还是只有一个大富翁 那大富翁有他的教学的 一个意义 可是我们要想到 就是说情绪这件事情 有时候是很难教 也很难察觉 那也很难像吃套餐的一样 因为每个人就真的 发展不一样 情绪真的处理也不一样 是是 所以我们给这个低筒金 所有的孩子 不管他什么特质 或者他情绪状态如何 这个都对他很有帮助 好开心 然后韵芬刚刚讲的 你就陪他一起玩 你自己也很开心跟幸福 对啊 对啊 我真的觉得父母亲 陪伴孩子的时间真的太少 一般都是陪他写功课 对 陪他交作业 可是你有没有陪他一起 来看看心情 这件事情是怎样 聊聊生活里面的幸福时光 哦 好好好 所以你看以前我们讲什么轻职教育 EQ教育 现在讲的是SEL 对对 我们要与时俱进 没错 好我们非常谢谢我们杨丽荣 杨老师 有计划常来我们节目现场 会会会会 阿嬷 做阿嬷 还有很多心得 真的很乐意跟大家分享 谢谢 谢谢你们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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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